波音公司首席执行官代夫卡尔霍恩周一表示 他将在年底前离开波音公司 卡尔霍恩曾在多家陷入困境的公司担任高层职务 2020年1月接管波音公司 董事长拉里·凯尔纳将不再竞选连任 经董事会推荐 前高通公司首席执行官史蒂夫·艾伦科夫接替他的职位 波音民用飞机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坦迪尔即将退休 他的职务由斯蒂芬尼·波普接替 最近5年多 波音飞机连续出事故 2018、2019年737 MAX飞机发生两起追击事故 造成346人死亡 今年1月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一架737 MAX飞机机舱门塞脱落 3月还有两起事故 导致多架飞机因安全问题停飞 累计损失超过310亿美元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一文田园综合报道